貼圖霸主白爛貓化身爛爛里長 引領大家進入白爛貓世界 可愛逗趣的場景讓粉絲欲罷不能狂拍照 民眾在這裡可以看到未過審查上市的遺珠貼圖 還有又大又胖的白爛貓家族公仔化身各種角色與民眾互動 你也可以走進八七銀行趁行員打瞌睡抓走現金 還有免費白爛貓明信片可以領取 我是把裡面打造成一個小鎮的感覺 讓大家在來的時候好像就掉入白爛貓世界裡面 然後一起感受如果你今天是白爛貓家族一份子 你在學校上課的時候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 然後可能遇到什麼樣的老師甚至還有考卷 然後可能可以在像是派出所那邊可以跟嫌犯一起拍照 然後可能會有白爛貓的電影或者是白爛貓的里民中心 一起參加卡拉OK大賽之類的 就是讓大家可以更融入在白爛貓世界裡面 這是第一次白爛貓家族有那種比較長的短片動畫 對 但是我們把它弄得像是真正電影院的狀態 因為我覺得五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然後粉絲們可以透過這個展覽的方式慶祝 應該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 我蠻喜歡用白爛貓的貼圖 因為就還蠻符合我私底下講話整個個性 就那種 欸 討厭啦 欸 哭音啦 這種這種感覺 吸引五歲生日 在LINE通訊軟體上纏聯多年的冠軍貼圖白爛貓 打造獨一無二的五週年特展 吸引貼圖愛用者AKB48 TeamTP的成員第一時間來看展 邀請大家來現場體驗更多創作的風貌 度過沉慢的疫情生活 記者溫郡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